批哥斯阿如纳这也太矫情 和石凯拼命拉扯 气坏石凯 高清晨直言其行为太渣男 在二公分组时 队长石凯在拥有首次选人权利的时候 第一叫来的是锦龙 阿如纳当时就表示 我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可能这就是跟导火索 迎来了后面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操作 在第二次石凯选人的时候 他很坚定的是阿如纳 并让其他队长不要选他 表示阿如纳是他的唯一选择 可这边阿如纳就有点小情绪了 在想我不想做唯一 我想做第一 想做你第一选择的人 可你第一个选的不是我 而且他这次想做唱演 所以想加入胡夏队伍 所以他在等待胡夏来邀请他 可就那么刚好 除了胡夏 其他几个队长其实都想要他 但石凯说自己非阿如纳不可 所以就让给他了 这边石凯还在一直拼命争取 可阿如纳的心完全不在这里 一直望着胡夏那边 后来石凯耐心也用完了 一个转身表示 你不用来了 你别来了 然后就回到了队友景龙的旁边 景龙表示 怎么了 石凯气冲冲的表示 他不来 所以就导致他这一轮没选到人 可在后面宣布的时候 阿如纳又跑了进来 表示 我来了 真的是太抓马了 石凯也上透了 表示 你来 我还不要你了 阿如纳才不管他 不由分说的就抱着他 然后坐在他旁边 这时候主持人胡海拳就来调解了 问阿如纳有没有接受石凯的方金 最终是因为之前拒绝了 那就不能组队成功 阿如纳起身的那刻笑了 很多人都捕捉到了 难道他是故意来这一出 反正我该发泄的也发泄了 但我也来哄了 然后现在我就是自由之身了 到夏伦选择的时候 石凯又直奔他去 因为觉得他最适合 但转念一想 你想有其他选择我也可以有 然后就找到了宁环宇 这时候阿如纳又开始矫情了 就是别人不选他 他又说别人不选他 别人选了他 他又不答应别人 现在石凯找别人了 他又不开心了 又在乎了 全场的人都在纳闷 阿如纳到底在想什么 他到底想去哪个队 早安和有掌精都来邀请了 他也没答应 但石凯后来又说了 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不跟我走的话 我就选别人了 就是需要对方给准信 可阿如纳就一直不表态 他就一直说要畅言 石凯表示 畅言可以啊 现在都没选歌 等一下我们可以选的呀 一番交谈下来 石凯又发出了最后通牒 阿如纳心意很 自己拿了方金 那就是同意了 石凯太难了 表示 真的是要硬哄啊 这时候高清晨来唠嗑了 问阿如纳 你到底想跟加入哪个队伍 还表示 你真的是太善变了 你这样真的很渣男呀 阿如纳表示 对啊 就是很善变 然后又和石凯聊了起来 他就一直说要畅言 他又觉得三个人怎么畅言 他又不想一直唱 他也不能唱rap 石凯那里听着不开心了 就说怎么我们就不行了 你是这么看不上我们两个人吗 既然这样 石凯表示 那要不 我去帮你找胡夏聊聊 阿如纳居然表示 可以啊 石凯马上就说 那我去 阿如纳在一次轻松的聚会中 半开玩笑地表达了自己想去参加一个知名音乐节目的愿望 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玩笑的语气 似乎并没有太认真 人爱 石凯却没有把这句话当做玩笑 他严肃地回应道 你既然想去 我就去帮你争取 景龙在一旁听着 轻轻摇了摇头 对阿如纳说 你别逗他了 他很虎的 景龙知道石凯的脾气 一旦决定了的事情 就会像猛虎下山一样全力以赴 果不其然 石凯还真的一本正经地去找了胡夏 他是那个音乐节目的负责人 石凯直截了当地表示 阿如纳想来我们这里畅演 我觉得他非常适合 他的语气坚定 眼神中透露出对阿如纳才能的认可 这时候 早安也加入了讨论 他有些气恼地开玩笑说 怎么了 大家要围着他一个人转吗 这样的人很难管理啊 早安的话语中带着一丝嫉妒 但也透露出对阿如纳和石凯之间深厚情义的无奈 尽管早安的话语中带着不满 但石凯的坚持却让在场的人感受到了他对朋友的真挚情感 他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他只知道 如果阿如纳真的想去 他就会尽自己所能去帮他实现愿望 这样的石凯 虽然有时候让人头疼 但也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直率和义气 而阿如纳 也许在石凯的坚持下 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站在那个闪耀的舞台上 展现自己的才华 所以最终阿如纳还是选择了和石凯共度人生 这一路走来 他们的感情历程可谓是跌宕起伏 让人不禁感叹 缘分真是妙不可言 第一 有人不禁要问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飞机 整这么一大出息 难道就是为了节目的收视率吗 不可否认 阿如纳和石凯的这段感情纠葛 确实为节目增添了不少看点 但深入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 这并非是一场刻意未知的表演 阿如纳和石凯这两个人 真的是相爱相杀的一队 从最初的一公组队开始 他们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默契 但同时也伴随着无尽的争吵和矛盾 没想到到了二公 他们依然如此抓码 让人既觉得好笑又心疼 尽管如此 他们就是无法分开 仿佛命运之神早已为他们系上了无法解开的红线 看来 阿如纳和石凯要一直这样相爱相杀下去了 在争吵中寻找爱情的真谛 也许正是他们独特的相处之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相信他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彼此更加珍惜对方 毕竟经过了风雨的洗礼 他们才能真正懂得 眼前这个人 就是自己此生最珍贵的依靠 起初 我和很多人一样 都不知道石凯是谁 也不明白为什么石凯的人气那么高 但是看完最新的一期披荆斩棘后 我明白了 二公分组中 队长石凯依旧选择阿如纳和景龙作为队员 但是和上一公对比 大家都心都没有那么齐了 阿如纳心爱的庆莲无痛当歌 被挑去了哥哥组 且阿如纳这一次想要畅演 所以是否再次进入石凯组 当时他们两人可是磨合了一番 而景龙则是因为看到一公后自己的人气 没有了自信 三人在和导演组商讨舞台时 阿如纳和景龙也是把这样的情绪带了进来 一个怕要在舞台上打架一个怕要说说唱 说到后面导演直接向石凯点出了问题 你的队友怎么都为难啊 如果什么都怕出错 你们批的什么惊 斩的什么急呢 导演组如此不留情面的话 也让小队长石凯陷入了沉思 痛定思痛后石凯决定和两个人滔滔心 石凯虽然年纪小 但是聊天时气势一点都不弱 他并没有顾及什么情面 直截了当地说 第一我对你们非常失望 失望的原因是质疑我们彼此的实力 有了石凯的坦诚 景龙也说出了自己不自信的原因 就是因为排名太靠后了 如果上次不是地理队显胜 走的就是自己 石凯推心致富 观众喜爱度这东西 不是我们可以确定的 但我们可以做的是 我们不能辜负自己的表演 当说到阿儒娜的问题时 石凯也坦坦荡荡地 告诉他当时组队时 阿儒娜和自己来回拉扯的那一段 是非常不相信自己的实力的表现 阿儒娜也不都圈子了 直接地承认 我就是质疑你们的眼 这是实话 为什么我想去胡夏那里 因为傅欣伯也在呢 我们两个演员会非常快地演起来 石凯听到后 先是思考了一回 然后很快就反问道 打个比方 如果你和新人演戏 哪怕他演技不好 你就不演了吗 演技不好 我们就抹演技啊 石凯霹雳巴拉的输出 也把阿儒娜说得一愣一愣的 最后 石凯真诚地看着景龙和阿儒娜说 我们不是就是要做出一个强的舞台吗 那假如说遇到一个强的对手 难道你就不打了吗 如果你怕了 你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你还是会怕 我们怕 我就会输一辈子 直面 我们就要直面 不仅仅是景龙和阿儒娜通过那一通的谈话 想明白了什么 我就在那一刻 好像重新认识了石凯 也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人气那么高 会被那么多人喜欢的原因了 是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石凯能那么条理清晰地表达了当下阶段大家存在的问题 并且明明白白提出解决方法 不造作 不矫情 积极地对友去沟通 会很快感知到对方的情绪 快速且成熟地把队伍整合起来 看到网友有人说石凯适合做朋友 不适合做偶像时 想起石凯评价对友时的一句话 人只有越来越了解 才会发现这个人的魅力 其实这句话 对于石凯本人也同样适用 我们喜欢的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 饱满的人 他也许莽撞 也带着少年特有不羁和洒脱 他会口无遮拦地说凉龙菜 骂阿儒娜是猪当然是说笑的情况下 但是在他做一个完美偶像之前 我们更想看他做一个鲜活的真诚的人 石凯真的是一个特别饱满 特别勇敢的人 他就像像个能量满满的小太阳 看不到一点退缩的迹象 所以 现在的你 感受到了吗 agonal Kat Gluck by Loo 我们下词和 Hastings 我们下词中心 也许莱布 我们下词中心 因为在有一定的 他在内心 的时候